今天我们去商场探店 其实这个位置我非常的熟 因为我接困的时候就住在这里对面 但没想到对面这个位置 变成那个大商场还没完 里面还挤进了八九个汽车的品牌这里面开店 所以今天我带路 看这种在商场里面卖车是怎么玩的 上面这个商场是不是足够的大 来等我带大家去走一圈 感受一下在商场里面看车 有什么很神奇的地方 可能你老婆去买奶茶买衣服 同时你可以在华为的隔壁 遇到有一家小盆 小盆的隔壁有一家蔚来 蔚来的隔壁竟然是一家三星 但三星的隔壁又不是买手机 是买卧卧的 卧卧的对面是小米 小米的旁边一般什么店 一般是什么Vivo Oppo 都不是小米的隔壁 是人夫奔驰 又人夫奔驰 对面一般这种应该是BDA 应该对等 起码是个豪华品牌 但又不是 你看既然是 拉扎汽车 听都没听过是吧 拉扎汽车是个电动车品牌 这对面还有一个 我连名字都不是很快读 蓝图是吧 当然有奔驰的地方 怎么缺掉它的好伙伴呢 宝马跟奥迪这里一样会有 我觉得走完一圈呢 你都把半个汽车品牌 大部分你的需要都能满足了 你看汽车太无聊了 哎太贵这种车 我就想孩子玩玩 没问题 咦 这边还有卖玩具的 买什么奔驰导马 直接买GTR啦 是吧 每个应该都有MUSA 买个GTR 光加迪算了 嘿 看这里 要买什么随便买 随便拿 这里 随便买10台没问题吧 看看这个奥迪的展厅里面展车就很有技巧了 两台最难卖的车 一台奥迪E-Tron 一台Q2E-Tron 配上两台最好卖的车 一台A3 一台Q3 就是用这个模式 用那个最好卖的车吸引你进去 然后进去之后啊 尽量把你往那些不好卖的车里面去拉 我知道有一些店更加过分的 不管你来到问什么车 我的指标要求你一定要那个销售 向他推销一些辣卖的车 比如奔驰一定要推销EQC 哇 所以这个销售很亏玩很多套路的 这商场太大了 走一圈 我都还没上楼 我已经觉得累了 这后面呢 还有广汽新人员 还有爱奇汽车在这里啊 我都还没有看完啊 说真的 这里面这么多店呢 不是同样模式的 有一些是直营 有一些是经销商在这里开的一些展厅 其实呢 以前经销商很喜欢开一些什么城市展厅 就在闹市区租一个铺 然后里面再去展车 核心目的都是一个 增加他们车的曝光率 但是现在呢 很多新人员车呢 更加直接 不愧再有CX店了 直接只有这种商场店 这里看完车卖完车 再去一个专门的交车中心 其实就跟特斯拉的模式一样了 那究竟这卖车模式怎么进行呢 今天我要探一个之前 从没有探过的品牌 而且非常特殊 它的店全广州只有两家 其中一家就在这里 今天要看就后面这个上汽阿汽车 这个品牌呢 有一些特殊啊 首先听名师就知道 是上汽传统品牌做的一个新势力 新能源品牌 再有这一家店呢 经我的了解呢 它是经销商开的 但是又没有任何经销商的标志 今天来这里不是为了看车 纯粹在这里面的人呢 我比较熟一点 向他打听打探一下 看一下现在这种商场店 是什么模式 怎么挣的钱 先看看上汽阿汽车的整个店呢 在广州立湾大商场的门口位置 100多个平方 这样一个店铺 你猜猜一个月的租金需要多少钱 弹幕先猜一猜啊 其实刚刚我一来呢 就忍不住跟店总去八卦了一下这个问题 店总说管理费都已经要2万多一个月了 租金的话呢 4万多起步了 具体他也不清楚 他说总部交的 这样去看呢 其实开这样一个商场店成本并不低 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品牌愿意开呢 原因很简单 就现在吸引客流太难了 要让别人呢 特意开车 带着一家老小去歇气店去看泥车呢 不容易 但反而呢 开到商场 自然客流就不少了 晚上的话 这里挺多人的 一家大小去看车 万一 他的老婆 看中了你的车呢 那你卖车就容易的多了 所以这道理就很简单 不管好丑 先让大家去看到他 接触他 这才是重要啊 以我上年买了理想未来小鹏 还有比亚迪四台电车的经验来说呢 这种产家基因的模式 我觉得是最好的 起码 我就不用再跟销售 去斗智斗勇的聊价格 说真经销商又会给你的钱 也就是他们利润里面拿出来 车不能挣你的钱 那就在其他方面要挣你的钱 比如什么金融啊 保险啊 金品 但是啊 这种指引模式啊 就只能在车上面挣你的钱 所以来到这边呢 就看到这个 比如说五年零利率的金融方案 我一看这种我就试破他 肯定后面的手续费很高 但是一问 他这种东西完全就产家官方的 你在APP上面按 手续费都没有了 就是车价 所以这种东西简单很多 还要买保险 不用在这里买 会买一个很贵的保险 你认识人 你可以买到很便宜的 甚至把房点都给你的那些保险 那不就便宜很多 实在很多吗 说真我作为消费者 我是更喜欢这种销售模式的 反正我没有优惠 你也没有优惠 大家买不买这个车 是这个车的产品力决定的 不是优惠大小决定的 这个车的车价也不是你的口才决定的 我觉得这种卖车方式更加直接 其实现在为什么这么多商场店 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品牌方喜欢 因为他们觉得 好像特斯拉 小房未来这种做商场店 更容易去管控价格跟服务 直接可以控制整个品牌的形象 不会被经销商去把持 这个车的一些卖出和服务的质量 但是这种控制底下 这个车是完全没有一点的优惠 全国统一 另外好像广汽新能源 广汽Ion这种 其实后面这个还是个经销商的道路 你进去一样要跟你谈价格 一样要斗智斗勇的 但是它的价格 优惠 它的利润多少 就取决于你的能力 你的口才了 是你的话 你喜欢哪一种 是直接一点的 直营模式 还是用经销商的 可以让你的口才有发挥机会 得到更大优惠的模式 来 弹幕说一说你喜欢哪种模式 最后想看我更多 关于这种探店啊 销售内容 记得关注我 全平台关注我 哇 刚刚问了一下Ion V 优惠2万多 真香 我觉得还是有优惠爽一点 明马实价优惠2万 为什么不要呢 肯定要管他其他什么挣钱 突然想能讲价还是爽一点 现金优惠大哥 《增举 conscience》 《增举 Squad Podcast》 谢谢观看